記得以後去哪裡 都要注意 要美容那個地方 要來給人家高興快樂 我給他們很多少費 計程車給好幾倍的 有時候就還沒到一百塊 我給他們四百的 因為我說難得才碰到他 給他幫助一點 計程車不是說富有人嗎? 他會高興 誰受我就幫助就對了 都是這樣子 然後去飯館也給他們很多 說他們飯館漂亮 你做得很快 你好舒服、很乾淨 給人家高興快樂,懂不懂? 不要拿人家東西 給人家沉悶、憂愁、壓迫感 這樣子是相反我們的理想 去哪裡都給那邊美容的、漂亮的 給人家高興快樂 那個氣氛高興快樂 也是一種美化的 因為我不是能夠下飛機 就在飛機上就種幾棵書 就在飛機上就種幾棵書 所以要說跟空中小姐 客氣,謝謝她 了解嗎?說她漂亮 說她服務很好 這樣很高興見到她那種人 比方說這樣,也是一種美化的 不是一直要拿 要給 不是給錢而已 給我們修行的那種高雅的態度 給人家高興快樂 是我們的本分的 因為這樣就美化世界 如果你去哪裡 都給人家高興快樂 那大家都高興快樂 就世界氣氛好多了 就會帶來很久運氣好 保護地球 聽懂嗎?OK 外面也是這樣子 對師父也一樣 我不要只有特殊 我不要只有特別招待 我不要只有特別招待 我不要只有特殊 我不要只有特別招待 有好的氣氛 互相尊重 好氣氛 了解嗎? 不用罵 不用大聲 就氣氛好 氣氛好的話 雙方都舒服 雙方舒服的話 世界也會上來一點 OK嗎?